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进攻阿宅反抗军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民国100年2月13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FM9201飞碟电台的阿宅反抗军电台节目 我是朱学恒 北大哥 我 吃饱味喔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2月13号 这日子重要在哪里 重要在 重要在玛丽忽然下了一个 不是很搭配的一个庆祝音乐 今天是一个很哀伤的日子 今天是情人节前一天 昨天是去溯西 在外面睡一天一夜 我一根灌倒七八个人 但我今天早上还在宿醉 你还快来溯西喔 我老婆没办法去啊 为什么 所以晚上睡不着啊 为什么没有老婆睡不着 为什么没有老婆睡不着 没有 因为那个地板粉丁 那你还说 睡在老婆身上 如果你单身 你走在街上 感觉就是非常该死 如果你不相信我讲的话 来 明天晚上 你不妨到戏院去看电影 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附近 每一个人都已经摆出一处 准备交配的姿态 而你一个人站在队伍里面 感觉人家就看着你 期待你带很多包卫生纸 你继续送给你 郭台铭标杨子良的包 为什么不出五百万买包 是不是 这样不要用紧啦 情人节前期是不是 而且郭台铭买那个东西 是捐给健保 有没有 捐得很有道理啊 员工很多人都血尿 你那边有多少健保钱 妈叫你捐五百万 捐五百万出来刚刚好而已 如果我们真的把浪漫 古浪漫用金钱来界定的话 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被媒体被伤人洗脑 认为要在情人节这一天 才要做浪漫的事情的话 我告诉你错了 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真爱 跟花多少钱在哪一天 庆祝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一堆庄角 做什么我的情人是玛丽 其他女人都不一样 要怪我 要是我了 不是我了 等一下 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雨 天空下起了大雨 最后我的下子跟着火器 可以押韵的 很好没有押韵 但只是练起来顺 你觉得春季正名字很正 哪一个人在演艺圈叫春季 黄英英 谁知道黄英英叫春季啊 蛤 那不然还有谁 立刻咕咕突变春季 等一下 等一下 她很丑好不好 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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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干 是不是这么精彩 欸 很浪漫耶 我们现在在现场 要念出我们今天在场的 一位工作伙伴故事 看我第一个女朋友劈腿跑掉 我以为这不过是我运气不好 对她不够体贴 你看死阿白的宿命 就是帮人家小劈腿的理由 第二个女友出国念书之后 就跟阿波阿先上车候补票 我原先还以为是远距离恋爱 让她因为寂寞而爱上了照顾她的人 结果现在才在跟我哭诉 其实两个人根本没有真正爱过 那你那个小孩到底是怎么哪一个 并懂 你看死阿白的宿命总是这么容易就相信人 第三个女友告诉我她想要有自己的自由 后来赫然发现她竟然同时在交另外一个男朋友 我就这样多了一个表弟 你看死阿白的宿命就是会莫名其妙多一个亲戚 第四个女朋友告诉我她还想要再继续深造不想结婚 没想到马上就跟个国外的律师结婚出国深造去了 你看死阿白的宿命就这么容易的重蹈覆辙 帮别人养老婆 唉 听了这个故事我个人只有一个感觉 没想到现场看起来最纯樸的人 竟然有这么多的性经验 真是让人感到太过惊讶了 各位是不是 我要给我说玛丽说不到花的原因 是她没有办法说出我花一个第三个字 哈哈哈哈 有没有那么哲学 我实在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衣服 有没有吗 不会 她也不会啊 如果也怕不会啊 她不会就四个女友 她要说出口什么四十个 你看现场她讲出来她的故事之后 全部人都惊疼 有没有 马上就主客 马上就主客一位 有没有 反正她现在很可怜 就要跟过情人节 然后又在录音室工作 真的 又在录音室工作 现场所有人都起了鸡皮疙瘩 她到底是什么人 她叫林威君 她叫林威君是不是 哎呀 摄影师 摄影师 真在现场投了一下 描述一下 她以前是怎么样子对女友好的 让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一下 可是我每次看到她 她跟她女友很狼狈的 走出来 很狼狈从房间出来 很狼狈从房间出来 也就是胃口都有照顾好就对了 奇怪是她跟她女友很狼狈的走出来 你为什么那么高兴 这位威君的同学 你这样子会让很多人误会 我们这是彭莱先生的节目 你要建议她跟什么样的女性交往 像我这样子 好 很好 我想林威君先生会很高兴 因为显然她很喜欢会喘息的女性 好 爱情跟一个人 到底赚多少钱是没有关系 特别是跟你家人是没有关系 对不对 难道你要上她全家人 我也是这样子想 你也是想要上她全家人吗 没有 我是觉得 男女在一起就是跟她 跟她家里没关系 因为我跟她的事 没错 既然感情结束了 希望你下一段感情可以更好 好不好 我们找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不要再被什么家人拖累 牵扯拿中当理由 好 祝你幸福 我推算了一下 大约是她要去唱歌的那几天 是危险期 原来她是在那天被 走出的 对不起 好 继续 要专业 专业 好 高祖玛丽亚当年曾经过得 三大AV大胆 被打致誉为 玛丽亚之前无玛丽亚 玛丽亚之后无玛丽亚 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A片吗 是啊 固然想要 这是哪个是AV男的 固然它是什么 学生里面 Live播放A片 是不是 你想 所以我没办法走到后面 看看小燕姐会怎么想 想到家 是不是 各位 我说我们要这样子 对不对 有没有很正 真的 太醜了 你自己叫我随便点的 这是一个很 合理的偷偷场所 好 没事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各位今天 在情人节 我们可以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要爱你的女友或者男友 不是因为你爱她 而不是因为商人 告诉你要花大钱 才能过浪漫的生活 希望各位下个新天晚上 9点到10点继续 收听我们的阿财反抗军电台节目 我是朱学团 各位学姐快乐 拜拜 我们后来发现在节目里面 最能够发挥战力的 就是要做自己啊 是不是 干娘 泡完汤回来 觉得很放松 晚上要睡觉 我看累死了 听说什么 安心牙很臭屁 不敢来 好 没有关系 那 那吴玛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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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玛丽讲 吴玛丽讲